4月15日,习近平首次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名义 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他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的道路 习既然如此重视,各省的居侯自然不敢怠慢 第一把手,当然也要兼任各地国安委主任 6月3日,官媒报道,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韩俊 以省国安委主任的名义召开会议 披露出此前上海市委书记陈吉林 云南省委书记王林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都以地方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长官的身份 主持召开会议 安徽省委书记兼国安委主任韩俊说 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 要强强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 得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 描头性,倾向性问题 做到帐位高,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 上海市委书记兼国安委主任陈吉林也强调 坚决维护政治安全,但天上一具首劳城市运行的安全底线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一,内忧外患的危局 观察人士分析,如果没有三中全会 以及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背景 各地国安会议不过是习近平唱歌 省委书记点赞 各地领导人借机表忠心 显示时刻不忘两个维护 但是从时间背景看 拖延已久的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到底这次全会将决定如何应对 难以化解的重大经济问题 还是党内日趋复杂的内部矛盾 至今也没有美目 关于后者,具体体现在二十大以来 从军内党内一些高层干部 连续性的莫名其妙的 时钟、撤职、替换频繁来看 内斗在习家军之间展开 并且越演越烈 在这样的环境下 召开三中全会 习政权似乎更需要防危杜见 一点不安全的因素都会被视为影响 国家政治安全、制度安全的重大问题 旅居日本的学者金女士说 在面对经济快速下滑 大量企业倒闭、高失业率 以及频繁社会、恶性世界的同时 中国当局同时也感受到了 来自美国等西方经济制裁 带来的压力 这表明中国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权危机 不仅耗尽了改革开放 40年的几年 还重新与俄罗斯结盟 并叫嚣解放台湾 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目前国内失业通货膨胀 物价高企 只能通过收缴民产来维持土质 同时增加军费开支 就连李志诚的雕像也被移出了北京 可谓民怨沸腾 只能采取铁腕来应对反抗 的确习近平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 越强调政治安全 国家就越不安全 反观邓小平时代 发展经济 相反政权稳定 因为邓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无论什么主义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的生活 都死路一条 但习对这个话呀 似乎不屑一步 他要堵住所有的风险点 但他能做到吗 二中国经济危机爆发 疯狂印钞 过去几年 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方法就是脱制局 一出现GDP 增速下降的迹象 立马疯狂发钞票 只要经济一下话 就开动机器 大印钞票 并且开始降息 就开始宽松 但狂发货币的基础 是实体经济在同样保持快速的增长 这样才能把货币贷款变成利润 来支付本金和利息 否则就变成了凭空印钞 只会让货币出现贬值预期 如此印钞速度 确实堪称恐怖 在今年三月 M2 也就是广义货币 就已经超过了300万亿人民币 这个庞大的数额 引起了媒体和舆论 对中国货币超发的担忧 因为中国的M2总量 是美国的两倍 接近美国 欧元区和日本的总和 美国150万亿人民币 欧元区120万亿人民币 日本60万亿人民币 折合起来是330万亿人民币 与中国M2300万亿人民币 大致相当 实证分析人士蔡胜坤先生认为 中国M2迅速增长 与货币超发有很大的关系 而发行这么多货币 就是为了支撑GDP 也就是国民生产种植的增速 就是为了GDP的需要 中国政府要跟全世界打内台 只有通过高速增发人民币 才能维持GDP的高速增长 但M2增发扩张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却不断受到外界指引 中国经济学者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任泽平去年在财新杂志上发文说 M2自2022年以来保持高速的增长 但中国的GDP增速却逐渐落后于M2的增速 文章列举了几项 M2在2022年较上一年增长11.8 民意的GDP增长5.3% 实际GDP的增长只有3% 2023年M2同比增长12.7 但民意的GDP只上涨5% 实际的GDP上涨只有4.5% 两年的数据表明 M2增速也就是印钞的增速 远超过GDP的增速 M2的增发对经济促进作用 已经很有限了 中国既然印了这么多钞票 那钱去了哪里了 这的确让人很困惑 一方面M2供应量在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似乎居民消费 和生产支出的金额 增长的速度 却在不断的减茫 人们不由发出一个问号 钱去了哪里 财神坤先生说 老百姓不愿花钱 人们的收入实际上没有增长 这种情况下 老百姓越来越没钱 得未来越来越没有信心 购买力继续下降 如此同时 现在实体经济没有上来 服务业 工业企业的生产也没有恢复 蒸发的货币 很大一部分没有用于生产 而是大量沉淀在政府的债务 就是企业发债 地方发债的方式 回到了政府的资金库 很多情况下 政府就把这些资金用于还债 还银行的利息 还以前到期的债务 还有目前陷入困境的房地产 也沉积了大量的资金 所以实际上现在搞实业 还是承担资金短缺问题 虽然近一两年出现通缩 但维持高增长的MR供应量 仍然引发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 这种担忧 近几个月来 不少的地方出现水电燃气涨价 似乎在传递通胀的信号 而最近又爆出穷人的三件套 榨菜泡面 饮料的价格飙升 MR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内部充斥着大量的货币 外界普遍认为 这实际上导致了人民币对内贬值 但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 却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 财神坤分析说 中国汇率稳定 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操纵汇率 这一方面是有利于其进口 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在价格上 还有一定的优势 暂时不需要通过外汇贬值的方式 来促进出口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它制造业的成本远远低于西方 甚至低于一些东南亚国家 它的优势现在还在 中国的确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一方面大量印钞广泛发行货币 符合通货膨胀的预期 另一方面这些货币发出去以后 没有真正进入流通领域 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而只是在金融系统内循环 发生了金融空转的现象 因此它没有产生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 而中国经济在下滑 物价在下跌 也就是说实际的流通货币 真正发挥作用的货币 其实是在减少 所以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 中国经济危机比西方其实要严重的多 经济危机本来是市场对经济 金融体制需要改革的信衡 民主国家的企业银行可以破产 政府可以更迭 但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 它无法利用市场进行调节 最终经济金融的危机会诱发政治危机 并最终形成经济政治双处危机 中国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琳女士 早就发出了警告 她在清华大学金融学业演讲时说 中国人在经济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 做好潮水退去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中国资产泡沫越来越大 不只是房地产 其他行业也出现泡沫化的现象 尤其是金融行业 当资产泡沫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破裂 其结局是呼啸而来的金融风暴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货币放水 土地垄断政治因素所促成的房地产的盛业 支撑起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实力经济凋敝 外资纷纷撤离 这片土地最终只会增加更多的失业人口 在极寒和绝望中挣扎 危机的发生可能就像灰溪流一样 迅速扑到你的面前 当你察觉时一切都晚了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明天咱们接着聊